第15题 将导线小灯泡电池连接如附图 夹以罗盘位于导线的上方 并罗盘位于导线的下方 按下开关后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A这边 我们晓得电流是从正极流到负极 所以我们的A的这些电流是向下流动 那根据我们的电流持效应 安培右手定折 我们比成这样子 然后甲的磁针在上方 所以它的磁针做切线之后 应该是偏向左边 偏向西方 那么因此我们晓得 如果我们把导线的从一圈变成五圈 这时候每一圈都会有电流 每一圈都会产生持效应 因此它的偏向角度应该要变大 因为它所受的磁力会增加 所以诸说将导线由原来的一圈 线圈换成五圈 通电后甲螺盘的磁针 偏向角度会变大是对的 而如果我们把甲往上提 就表示我们离导线比较远 离导线比较远 说所感受到的电流持效应就比较小 所以偏转角度就会变小 就开始呢就是没有电流的磁场 只有地球的磁场会让它指示向北 所以A说将甲螺盘牵直体力导线 则磁针的N级逐线向北 偏转是对的 它会逐渐的扫掉了电流磁场的作用 回到了正常地球磁场的作用 N级指向北方 那么我们看到了乙 那乙的电流呢是从右边流到左边 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辙 然后我们的螺盘在上方 所以它的应该是指的是朝上的 也就是北方 也就是电流要我指向北方 地球也要我指向北方 所以我们的磁针并不会偏转 所以B说以螺盘的磁针不偏转也是对的 而看到了丙 丙呢我们知道电流呢是由下往上流 可是我们的螺盘是放在 那个导线的下方 那么绕一圈做切线之后呢 它的偏转方向应该是朝左 也是向C偏转 所以丙螺盘应该向C偏转 而比C选项说会向东偏转 那这样的叙述呢就是错的 这样的叙述就是错的 所以呢 第十五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丙螺盘的磁针N级向东方偏转错 应该向西方偏转